这波操作让成龙感激 直接上缴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不得不说林凤娇的这一招确实高了 戏表现出了自己作为原配妻子的大子 也让身陷迷谈的成龙不用独自面对于论压 内心感受到了林凤娇的真情示意 成龙提现半分月九密的英俊事件不出一辙 篮球巨星科比由于出轨事件一度闹上了 饱受外界骂声与质疑的特别在面对继承会是神经病 好在瓦尼沙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丈夫这里 最后此事才算到一段落 而林凤娇的此番行为与婉姨杀应无一样 但如今来看 不认他们承受太多的外界压力 在强忍内心伤痛的同时给予了丈夫力量 也有很多网友说林凤娇就是身段卑微的本质 其实不然 早年间林凤娇早已在电影界不会有名气 甚至能够与林凯娇起名 她是为爱牺牲了所有 比如说自己的事业以及幸福 但是爱归爱 在她的这份浓烈真挚的爱情里 自然也有着自己的心机与小算盘 试想当年的她若是选择不原谅乌琪丽 或许会拿到一笔可观的分手废友和抑制离婚书 乌卓琳的母亲乌琪丽突然找开了记者发布会 并向媒体公开报出猛料 自己怀了国家的心情乌龙的孩子 也得到了她全部的家产 挽回了自己即将破碎的家庭 这么做没把成龙推向吴琪丽 就让这场舆论引起了不停 小龙女吴卓琳就一直不被成龙所缺 活在众人一样的眼光里 只能说林凤娇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和儿子在同 毕竟如今的成龙的心被她完成生存 对于吴琪丽母女不安不安 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补偿与阶级 由此可见在这场活跃 吴琪丽输得一代突典 根本就无法翻身了 原以为小龙女吴卓琳的曝光 能够从成龙那里的当机生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句经典名言正是出自成龙之口 成龙大哥究竟是犯了什么错 1999年亚洲小姐吴琪丽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自己已经怀上了功夫巨星成龙的孩子 这一重磅消息 直接炸开了锅 因为此时的成龙 早已娶了林凤娇为妻 而他们两人的孩子吴卓琳 则成了这段错综复杂的感情中 唯一的牺牲品 吴琪丽是何人 从亚洲小姐选美出道 在香港影坛占有一定地位 并且还是地产富二代 这样一个背景英识的富家千金 直接和成龙对不公堂 成龙在娱乐圈 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花花公子 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议 当时虽然成龙已经有了家事 但还是被吴琪丽的美貌吸引 随后对她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就这样 尽管知道这个男人已经结婚 吴琪丽还是接受了 两人在一起的第二年 吴琪丽就测出了怀孕 但成龙并不打算负责 并且开始避而不见 无奈之下 吴琪丽只好召开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怀了成龙的孩子 由于形势所迫 成龙只能出面解释 承认了自己的婚内出轨行为 也就有了开头的那句名言 相比于吴琪丽咄咄逼人的态度 成龙的原配林凤娇 就显得温和许多 不仅大度原谅成龙 还让他不要伤害对方 对比之下 成龙当然还是选择了后主 并且宣布彻底与吴琪丽断绝关系 即便孩子生下来也不会承认 还将所有财产全部转移到林凤娇名下 而他们的女儿吴卓琳 就带着这样的争议出生 这个成龙不肯承认的私生女 出生二十多年 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反而因为这样的标签 成为了媒体恶意报道的对象 不但如此 由于母亲吴琪丽 性格极端 对成龙因爱生恨 将怒火全部发泄到了女儿身上 吴卓琳曾在采访中透露 自己经常被母亲无端家暴 这样的成长环境 也让吴卓琳长大后 变得异常叛逆 做出过非常出格的行为 2017年 他宣布和吴琪丽断绝关系 并且在社交平台上 高调宣布自己出柜 并在2018年和女友结婚 虽然重新获得自由 但生活过得并不富裕 后来甚至还要寻求社会帮助 不得不说 作为成龙这位国际巨星的子女 如今却沦落至此 不得不让人唏嘘 可见 家长的不负责任 对孩子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 她的病态摧残 然而在家饱受恶梦 吴琪丽在学校也同样是备受欺凌 因为网上的舆论不尽而走 她是国际巨星私生女的身份 也被学校的同学议论纷纷 大家都会对她指指点点 言论充满讽刺和嘲笑 更甚至直接对她进行围堵 对此一切的不公 返回大坑道的住所 虽然她依旧很配合在场记者 讲了几句 不过对于女儿的身体情况 依旧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所以她只能独自放放 控制运情强的母亲 她们好放地 她们的家里 这一切一切不幸 她们放在乌卓琳的身上 直接致死了 她后来人生价值端的扭曲 口言喝酒 打架自残 小小年纪的吴卓琳 并然张抬了所有不良的刺 用坏孩子的定义来保护自己 2015年3月 56岁的吴卓琳 第一次向警察报警 和母亲同名训练 并向警方宣扎了 自己编步伐分的双臂 说她虐待了自己 为此吴卓琳第一次 音乐的儿童被警察抓捕 而吴卓琳点进了医院 不是说对人其他人 是自己跟自己 我想每一个妈妈 当过妈妈的人会有这个感觉 那个时候我朋友问 她说你自己感觉 你想要她就不要 不要想习她的 什么都不要去想 这是我觉得最简单 最单纯的一个想法 因为你生她出来 不是一两天的 是不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是一辈子的 是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一辈子我不是要跟任何一个人交代 一辈子是我要跟她交代 我是一辈子对着她 她一辈子对着我 对不对 当镜头转向媒体时 她就对视又变了脸 一边哭喊到自己这么多年 独自带女儿的无意 一边又怪罪成龙狠心 这么多年 没有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 不过这显然 又只是吴卓琳的独角戏 因为她讨妈的对象 成龙此时正忙碌于自己的事业 很显然对吴卓琳无意 闹出的这么一桩桩幺蛾子 怨然是打定了不闻不闻的主意 可正还没完 2017年3月 吴卓琳再次报警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正好赶上了母女俩在拼命 而吴卓琳也再次进了警局 同年4月份 吴卓琳因抑郁症又开始自残 事后她又被送往了医院 各大媒体有关她的事迹 也是喘得沸沸扬扬 当然这也就是当初轰动一时的小龙女事件 吴卓琳当初虽说是打定主意不再找成龙 可这么多年 她同吴卓琳的闹剧 也是无时不刻的向成龙宣布 因为你 我们如今过得是有多么不好 可成龙对此表示的 就仅仅只有万分的不耐烦 林奋娇以及儿子甚至是吴卓琳和小龙女 吴卓琳了 今日成龙的自转发行又是迎来了网友们的一波热议 不少粉丝都前来为官 成龙的事迹到底是有多么的传奇 那么对于成龙的儿子房祖明和女儿吴卓琳 成龙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令网友们意外的就是 成龙竟然在书中首次提到女儿小龙女吴卓琳了 那就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了 之前成龙在采访中曾说过 自己不会给吴卓琳留下一分钱的财产 果不其然 在自转中成龙依旧这样写的 成龙表示自己在身前已经将一半财产捐给了基金会 希望以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他表示自己死后会裸捐全部财产 因为自己不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 女儿和儿子争夺财产 为此还要走上法庭 这就是自己不想看到的事情了 不过成龙表示了 会给自己的儿子和妻子留一些生活所需 无后不知忧就可以了 在书中成龙写道 房祖民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有能力自己去赚钱 而老婆灵分交又很有钱 所以不需要他的钱 但是成龙表示 自己会给房祖民留下一件东西 那就是许悲鸿的话了 因为这幅画是房祖民自己想要的 据悉假之内诚了 成龙自告死后将我捐 不想儿子女儿争下场 不过不少网友们质疑了 如果给房祖民和林分交 留下一些生活所需 那么是否会给小龙女 吴卓林留下一些生活所需呢 近日 成龙私生女吴卓林 在加拿大多伦多街头 排队领取救助粮的画面 被人发在了网上 只见她一折邋遢 神情疲惫 看上去过得十分艰难 作为国际巨星 成龙大哥的女儿 实在想不到她的生活 为什么会如此穷困潦倒 吴卓林从小的生活 可以说是跌不腾 娘不爱 父亲成龙从来没有承认过 她的存在 吴卓林出生时 成龙是有自己完整家庭的 妻子贤惠懂事 儿子健康聪明 她只是一个婚外情的产物 吴启力是一个 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人 在明知道成龙有家庭的情况下 还选择和她在一起 发现自己怀孕后 更是直接前往加拿大 找到成龙 将孩子作为谈判的筹码 成龙当然不会对她负责 也不会受她威胁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心 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名震原胜的离婚了 事情发生后 成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自己只是犯了天底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 显然丝毫没觉得自己做了